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法国也无法逃脱西方文化的衰退 文中提到 奥运会开幕式的表现让人感到失望 尤其是巴黎的开幕式 其中包括变装潢后模仿最后的晚餐 这被认为是对基督教的侮辱 此外 法国在文化表现上的选择 也被批评为低俗和缺乏品位 文章指出 这种现象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的衰退 因为多样性和派对文化 已经取代了真正的文化和纪律 这些问题并非法国独有 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面临类似的困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电讯报的文章 题为 即使是法国也无法逃脱西方文化的衰退 这篇文章通过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批评 揭示了西方文化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文章从一个颇具争议的角度出发 描述了一场被认为是冒犯性的开幕式表演 文章提到 在开幕式上 变装皇后模仿了最后的晚餐 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对基督徒信仰的侮辱 然而文章指出 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 更是一个美学问题 法国本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其文化和传统 但却选择了一个涉及变装皇后的表演 这被认为是低俗和缺乏品位的表现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变装文化的起源 及其在西方社会中的演变 作者认为 现代变装文化实际上是从美国进口的 并且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勇敢和颠覆性 变得平庸且大众化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西方国家 文章指出 英国如果现在举办奥运会 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因为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推崇一种多样性的文化 而不是庆祝自身的历史和身份 文章还提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 用英语宣传巴黎奥运会 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对法国自我认同的进一步削弱 作者感慨道 这在戴高乐或密特朗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这一点 文章反映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自卑 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种族主义的 从而放弃了对自身文化的骄傲和自信 接下来 文章引用了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 指出对女性尊严的缺乏 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 在伯克看来 缺乏礼仪和尊重将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 而这正是当前西方文化衰退的一个缩影 从不同角度分析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对法国奥运会开幕式的批评 实际上是对整个西方文化衰退的反应 首先 从宗教和美学角度来看 作者认为 现代西方社会缺乏对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尊重 这种缺乏尊重的表现不仅仅是对信仰的冒犯 更是对文化和美学追求的背离 其次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 文章指出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文化自卑 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从而放弃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这种文化自卑导致了对多样性的极端推崇 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真正的文化丰富 而是一种平庸的表现 作者认为 这种现象在法国和英国特别明显 两国都在放弃自身的文化自豪感 转而接受一种看似包容的文化多样性 但这种多样性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文化根基 最后 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看 文章引用了埃德蒙伯克的观点 指出对女性和君主尊严的缺乏 将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亲爱的读者 欢迎阅读由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为您带来的生动 幽默且不失洞见的评论 本篇文章探讨了西方文化的衰退 举例法国奥运会的开幕式来展现这一现象 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这场文化事故 并看看其中蕴藏的深刻意义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奥运会开幕式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成为了经典 英国人成功地将伊丽莎白二世 从直升机上推了下来 这场景甚至进入了民间传说 相比之下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显得有些尴尬 你能想象一打变装皇后 在侮辱基督徒的同时跳主 Free from Desire的舞蹈吗 这个场景不仅亵渎 还低俗地让人无法直视 你会说 这样的表现是在向游客推销法国吗 显然 不是 然后 我们来看看这场开幕式引发的反应 当我描述这一场景给一位牧师时 他回应说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滂沱大雨了 这句话幽默地抓住了反感的要害 这场开幕式既是宗教上的罪果 也是美学上的罪果 有人会说 这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法国文化的机会 但最终却选择了一种颠覆且粗俗的方式 当你面对最后的晚餐 那种深刻 超越的美丽时 激起的是敬畏和恐惧 而非嘲笑和侮辱 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一下文化多样性和信仰的冲突 作者指出 真正的文化需要纪律和品位 而21世纪的我们却只会派对 为什么我们总是踢基督徒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没有权利 不会像其他信仰的人那样反击 然而 当你踢基督徒时 你其实在踢美丽和超越 这让人们对信仰和文化感到困惑和恐惧 假如巴黎开幕式没有变装皇后的模仿 而是展示达芬奇的真实画作 也许很多人会关掉电视 但同时也会被深深触动 最后 我们来看看西方文化的整体状况 法国的开幕式引起了如此多的争议 并不是因为它独特 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整个西方文化的衰退 法国 这个曾经的文化中心 如今看起来更像是美国的翻版 从变装皇后到多样性庆祝 这些都是从美国引进的 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多样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丧失了自我 这种缺乏信心和方向感导致我们无法创造出新的伟大作品 只能在过去的一击中跳舞 总而言之 法国的奥运会开幕式是西方文化衰退的一个缩影 我们看到一个曾经辉煌的文化如今陷入低俗和嘲讽中 而这正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反思和警惕的 毕竟 文化的衰退并不仅仅是法国的问题 它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问题 希望这篇评论能够引起您的共鸣 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重视文化的美丽和深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